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联党8号晚间举办2015募款参会 前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以及台北市长柯文哲三人 首度公开同台亲密互动 李登辉大赞柯文哲颇受外界关注 报道称 在募款参会前 李登辉最早抵达会场 对于柯文哲上任后一言一行 及市政改革备受关注 李登辉表示 不对的事就马上处理 处理得很好 他也称赞柯文哲说 像这款人应该做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做台湾地区领导人 台湾才有办法改变 而稍晚到场的柯文哲 对李登辉的称赞面露尴尬 他接连说不要害我 不要害我 当记者又问是否有蔡柯配时 柯文哲还是以不要相害来回应 最后到场的蔡英文 一线身立即走向主桌 与李登辉 柯文哲等人逐一握手致意 蔡英文坐在理科之间 他先是与老上司李登辉 不断摇耳朵 互动密切 聊完天后 蔡英文又转向隔壁的柯文哲 也是有说有笑 事后媒体问蔡英文 到底对柯文哲说了什么 讲得那么高兴 蔡英文表示 我跟他讲说 吃饭就像现在这样 一叠一叠的吃比较好 不要他每一次吃饭 就一个挖工 把所有的菜都放进去 就一下子吃完了 我这样吃比较快 好的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台北演博士 贺南 把西京交给你 好的 杨阳 今天来到我们台北演博士的来宾 是台湾时事评论员张永华先生 永华你好 是的 那我们有注意到 在昨天晚间的时候 在一个场合内 像李登辉 蔡英文 以及柯文哲 这三位是同台了 并且我们有注意到 这三个人之间的互动 还算蛮不错的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想请教一下永华 您如何来观察 那他们的同台 各位可以看到 反而是蔡英文跟李登辉的互动 比较密切一点 而柯文哲就比较深疏一点 基本上 柯文哲他的政治立场 柯文哲自己讲的 他叫墨绿 只不过为了选台北市长 他叫做白色力量 他说他要超越蓝绿 那换句话说 那一种场合 对柯文哲来讲 他是不能够太强烈的 去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 柯文哲他目前的眼光 他还是看到他排北市长 所以柯文哲他考量的是他的未来 而不像李登辉跟蔡英文 他考量的是明年 就是2016年 在昨天晚间的时候 李登辉一度是拱柯文哲 可以再进一步 甚至不排除说 柯文哲也可以参与2016的一些选举 那对于李登辉的这种表态 他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李登辉认为 依照蔡英文的性格 跟他的见识 你提的副手人员 必须要超越蓝绿 让别人耳目一新 这或许你才能够顺选 那现在在台湾 能够超越蓝绿 那柯文哲是唯一的特例 他当然他顺势就是推荐柯 来选 所以这个是李登辉的目的 那柯文哲他看的是 四年之内的台北市长 跟四年之后的台北市长 在八年 他才 他希望都待在台北市 因为柯文哲自己认定 他八年以后 他或许还能够取代蔡英文 还有一个 以柯文哲不甘屈居于人下 他是不会同意所谓的蔡柯佩 昨天晚间蔡英文 据说还对于柯文哲 说了这样一句话 就是说菜要一道一道地吃 不要和在一起吃 请教一下有华 您对于这句话 是什么样的观察 蔡英文曾经提了几个案 希望能够跟柯文哲 在台北市长选举里面 有合作的机会 但是被柯文哲断然拒绝 那柯文哲呢 断然拒绝以后 对于相关的人士 民进党曾经提了说 是不是你的名单 要跟我民进党协商 你知道柯文哲讲的一句话 他说是我选 我干嘛跟他选协商 好 柯文哲讲了这句话 那蔡英文他就不讲话 那蔡英文他说 蔡还是要一道一道地吃 不要和在一起吃 事实上可以证明了 一件事情 蔡英文根本不了解柯文哲 跟柯文哲接触过的 他吃顿饭 我算过七分钟 喝一杯咖啡 各位晓不晓得 他三分半钟 可以把一杯很热的咖啡喝掉 就是说柯文哲 他的观念是快 他没有那么多的政治算计 反而蔡英文的政治算计 实在是太多 这也就是说 柯文哲 昨天为什么不理蔡英文 好的 感谢 有华的分析与点评 那么接下来我们都说 新年都会有新动作 而明星党主席蔡英文 在下周就要打出 他在新年的第一张牌 而这张牌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广告之后 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谈 好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那么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蔡英文可能将会于15号 也就是下周五的时候 来重新启动民进党 所谓的一个大陆事务委员会 来讨论未来两岸情势的变化 而届时将会加入两位新人 那么分别是台中市长林嘉龙 以及桃园市长郑文灿 两位新成员 那么其实有话我们就注意到 从去年的五月份 蔡英文重新接掌民进党之后 就一直没有提出一个系统的 或者完整的一个两岸论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在11月29号 在去年11月29号 票媒投出来以前 蔡英文不会对两岸政策 她提出任何新的论述 因为她知道新的论述 她提了出来以后 一定会造成民进党内部的分裂 所以她一定要等选后 还有她自己即将成为民进党大卫之声候选人 她才会提 好的感谢有话的分析与点评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还给福州 杨阳 好 谢谢台北院博士